新年快樂 嗨!我是小葉 大家新年快樂 今年新年大家有什麼計劃嗎? 派出我們家躺躺也來跟大家公祝 新年快樂 裙子都飛起來了 嗨!新年快樂 生氣了 好了好了可以去玩了 那前陣子啊 我有介紹一個全家引進的日本的風味酒 是優格口味的 最近因為搭配著過年 然後全家又引進了另外一款 比較獨特風味的 也是一樣從日本來的風味酒 那我自己非常有感興趣 所以在預購的時候我就跟著全家的團購一起買 就是這兩支 珍珠奶茶的風味酒 然後我特別就是買來 要來喝喝給大家看看 然後介紹給大家看看它的口味 是不是CP值夠高 你們可以作為參考 那因為它也是期間限定的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看完這個影片 趕快去全家預購 或者是看他們有沒有多訂的部分 來喝喝看這個 獨特從日本引進的珍珠奶茶的風味酒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去年 珍珠奶茶在日本造成了很大的蜂蜜 不論是基本的就是珍珠奶茶的飲料啊 飲料店一定到處都有 那連便利商店都有做好的珍珠奶茶 就是你隨時想要喝它都是便利商店就買得到 那其次就是在於像料理的部分 像珍珠奶茶炒飯啊 珍珠奶茶披薩等等 這一類的產品就有推出 很多喜歡喝珍珠奶茶的朋友 都第一時間去嘗鮮吃吃看 那回饋給我 有一些粉絲是說 吃起來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可怕 日本人把這些食材的開發 轉化得非常的好吃 那喜歡吃珍珠奶茶的朋友 或者是對這些食品好奇的朋友 有機會不妨到日本的話 也可以來嘗試看看 像珍珠奶茶周邊的這些食品啊食材 那今天要介紹給大家的這一支飲品啊 就是珍珠奶茶的風味酒 它應該不算是日本第一家做珍珠奶茶酒品的酒商 只是說在台灣的部分飲進的比較少 那這次是由全家跟菊水酒到這邊做合作 所以它有推出推進這兩支珍珠奶茶口味的部分 那我第一時間看到的時候其實非常的雀躍 因為珍珠奶茶本身是甜的啦 我相信它做酒也不會太難喝 只是實際上喝下來的口感會是怎麼樣 我們都很好奇 那今天我會透過這支影片 然後把我喝出來的口感啊跟想法 介紹給大家 你們也可以參考看看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你們就可以趕快去全家購買囉 那影片的一開始啊 因為等一下我們就要開封了 所以我會先拍一下 就是它後面的一些成分說明啊 跟一些簡單的基本介紹讓大家看看喔 那接下來近距離拍一下 就是整體瓶身的感覺 還有它的設計給大家看 它的瓶身這個是100ml的 都沒有很多 就是小小迷你瓶 有點像我們台灣洋奶的那種瓶身的感覺 然後藍色這個是原味的珍珠奶茶口味 它做的真的很可愛很精緻 你看上面也是這樣封起來的 然後粉紅色這個是草莓口味的 一樣就是整個都是粉紅色粉粉少女的感覺 好然後看一下這個珍珠奶茶原味的成分的部分啊 就是主要因為是奶茶嘛 所以它就是會有一些紅茶萃取物啊 烏糖煉乳的這些製造物 然後再來就是珍珠的一些製造的成分 然後酒精是5.5% 保存期限是9個月 然後是由橘水酒造珠絲繪車製造 從高資這邊過來的 好熱量是100大卡100ml 感覺上是還好啦 沒有比吃播卡來的少 好然後這個是草莓口味的部分 草莓口味的話就是 除了原味的部分它會添加的內容以外 它當然就是有一些要釀造出那種草莓的風味 還有加一些草莓啊香料啊 好然後有一些食用色素 讓它看起來粉粉的這個樣子 好那其他其實大同小異 好這就是它的瓶身的部分 它等一下會倒出來 然後品嘗給大家看 喝喝看告訴大家 大概是什麼樣的味道囉 那首先我們先來喝喝看 這個原味的這一支 藍色的這個口味的部分 開封給大家看 它上面就是做著跟牛奶瓶的感覺一樣 然後打開它就是像奧利多的部分 可以把它拉開 先把它搖一搖 珍珠都在下面喔 好 然後我會倒出來給大家 看看裡面的口感 這是開打開的樣子 那我先用透明的杯子 應該裝不完吧 100ml 你可以耶 珍珠奶茶 看得到嗎 看得到嗎 這個是原味的部分 100ml 我倒在威士忌的酒杯裡面 對 還滿剛好的 然後讓大家看一下 裡面有一些珍珠奶茶的珍珠 的部分 它的珍珠沒有很多 它珍珠沒有很多 看一下 裡面的話 大概不到10顆 大概不到10顆 但是它就是喝一個口味啦 所以 也不用對它太苛刻 雖然有這樣子看起來感覺好像有點貴 那喜歡吃珍珠的朋友 還是去喝珍珠奶茶就好 那接下來我就喝喝看 然後 看看口味怎麼樣 跟大家說 5.5% 其實它喝起來 只有一點點的 那種酒精的味道 不會太濃郁 跟啤酒比 我覺得它的酒精味 比啤酒來的低 可是如果酒量不好的人 其實5.5%也是會有感覺的 喝起來很好喝 我再喝一下 有點像 比較淡的奶酒 那它的珍珠奶茶的部分 因為它加的是無糖的 那個 煉乳 所以它不會太甜 裡面的那種甜分 比較像是釀酒出來的那種甜味 還蠻好喝的 然後奶味也蠻香濃的 嗯 嗯 珍珠的部分 吃起來它比較 有點像蒟蒻的感覺 它比較不像我們台灣 吃的那個珍珠這麼有的嚼勁 對它很像蒟蒻 可能是為了保存方便啊 因為如果你放在這個酒瓶裡面 如果放太久 我們一般的珍珠應該是會粉粉 稠稠的 但它吃起來就是有點蒟蒻的感覺 我覺得CP值還蠻高的 如果喜歡珍珠奶茶的朋友 我推薦你們可以喝喝看 不用買多啦 就是喝喝看那個口味 是真的很好喝 嗯 好那等一下來介紹一下草莓的這一支 好那剛剛已經介紹完原味的那個口味 接下來幫大家介紹這個草莓口味的部分 那一樣它的包裝都是類似的 只是草莓它是做比較粉色系的感覺 草莓嘛就是比較少女的風味 好 它一樣的瓶聲這邊就不多講 然後這個內容物這邊是寫160毫升 喔160毫升 所以這個口味也是160毫升原味的部分 我剛剛以為它是100 它是100毫的熱量 有109.4大卡 可是實際上這邊是有160毫升的容量 好那我繼續打開來 大家看 它是粉粉的感覺 粉粉的 一樣用威士忌的酒杯 這樣我的威士忌酒杯感覺好像還蠻大的 大家可以看得到嗎 可以看得到那個珍珠 好 一樣是珍珠沒有太多啦 然後這個是160毫升 就是威士忌酒杯大概三分之二的容量 好 然後粉粉的 看一下 它的珍珠應該是跟原味的差不多數量 好 這樣子 登登 草莓的聞起來就是有一股濃濃的草莓香 就很像我們在喝那個草莓牛奶的感覺 很香很香都是草莓的那個味道 好那我來喝喝看看會不會太甜 它的甜度又比原味的這個藍色的部分又在降低 還蠻神奇的 我原本以為草莓會更甜 我覺得草莓更好喝耶 可能因為我個人比較不喜歡太甜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草莓喝起來 它的奶的那個味道沒有像原味的這麼的明顯 可是它的甜度的部分相對有降低 我覺得蠻好喝的 我喜歡這個草莓口味的味道 但我覺得這個味道有點太好喝了 如果那個不生酒粒的女生 如果多喝個兩三瓶應該很快就幫了 不錯耶 我覺得這個草莓口味的比 珍珠奶茶 其實兩個都很好喝 但是如果相比下來 這個草莓的味道不會太奇怪 很好喝 那 珍珠的部分其實 我 它吃起來就跟那個原味的一樣 都是QQ的 它不是像我們 原本珍珠奶茶店買的那種珍珠 這麼的有嚼勁 可是是為了搭配這個酒品 我是覺得充足的啦 因為一般我們喝酒也不會 一直想要吃珍珠嘛 那你就喝珍珠奶茶 是一樣的感覺 還不錯耶 我自己個人覺得 這個這兩款的 珍珠奶茶風味酒 CP值都蠻高的 很推薦大家 如果你們很好奇 還怕的 還怕不好喝的朋友 可以趕快去買 OK 那今天試喝的感覺 是覺得這兩款的 珍珠奶茶風味酒 就像我剛剛講的 CP值其實都很高 不難喝 那全家的部分 是賣169元 就是這個 160毫升的大小 那有粉絲有跟我講說 他們在斯特賣嗎 還是斯麥特 有買到149元的價格 如果你們在任何超市 有看到這一款 就是 就是 橘水酒造製造的 珍珠奶茶酒 原則上來講 它的風味真的還不錯啦 就是推薦大家 如果有便宜 然後有預算 可以趁著這個 過年的檔期 來喝喝看 這個限量推出的酒品 大概過了 就沒有機會再喝到囉 那今天這支 珍珠奶茶風味酒的分享 就介紹到這裡囉 如果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請幫我分享按讚 或者是成為我的粉絲 那我會持續推出更多的影片 分享給大家喔 謝謝大家 新年快樂